哈喽大家好,我是阿丽 今天我们要来玩的这款游戏 叫做并交达灵秀 从这个封面就可以看出 这款游戏非常的离谱 为什么这么说呢 因为这款游戏讲述的 是一个上半身纤细 下半身却满是肌肉的 并交姐姐的恋爱故事 在开始之前呢 我们要先来做一下警告 这款游戏呢是25的 所以我会在流程中 进行一些打码和删减 顺便呢再做一下言语上的马赛克 想要亲自游玩的朋友 就别找我了 自己想办法 好了,那么游戏开始 主角呢就是这位小姐姐 从小生活幸福 但是呢却迟迟无法独立 造成了心理上的扭曲 这个时候出现了一个男孩 拯救了病态的他 可以看出 小姐姐在之前还是挺胖的 于是为了跟季军在一起 小姐姐开始了努力 她疯狂的锻炼 变成了魔鬼精肉人 下半身的肌肉异常发达 只可惜胸便没了 但这都没有关系 这就是爱的证明 这一天 藤花小姐姐要跟季军出去约会 我们可以看到 她的上半身非常的正常 而这两条腿啊 就跟萝卜一样 今天我们就一起去看电影约会吧 和恋人以外的人一起出去 不叫约会 因为其他人都有安排了 所以才会变成我们两个人的 没想到季军如此冷漠 堪称直男 藤花这是在单相思啊 此时选项就出现了 而且非常的简单 选红色就会直接进入结局 那我们就先选红色 面对现实 我们学校来了一个转校生 长得非常的可爱 而且姐姐也觉得我年纪太小了吧 快醒醒吧 啊 这 那我们就出发吧 经历了打击的藤花 晚上回到了家 原来季军也是想和同龄人恋爱的呢 但是别忘了 我们的藤花 她是个病教 她完全无法接受这个现实 整个人都不对劲了 她满脑子都是季军 眼睛里面的小星星也涣散了 从这张CG就能看出 她这肌肉练得是真的不错 随后她就露出了糟糕的表情 满脑子都是喜欢 最后 我们获得的结局一 病教就是爆炸 是不是非常的离谱 不光是喜欢到爆炸这个结局离谱 这个一向也是非常的恶搞 莫名的欢乐 所以我们回到这里 选择忽略季军的冷漠 直接出发去看电影 来到商业街 季军跟我说起了粉红小猫的事情 这是在这一代会出现的粉红小猫 属于是都市传说 在学校中非常的流行 据说凡是看到她的人 都会变得非常倒霉 无比玄学 藤花表示没听过 不过呢 她马上就会遇到了 在这里还会遇到一个小哥 不过这是作者另外一个作品的角色 属于是小小的客串 跟剧情没啥关系 所以我就略过了 时间来到了看完电影之后 电影很是有趣 两个人都很满意 在这边交流剧情 动作戏很厉害 故事也很有趣 我觉得主人公抱着冰死的女主 然后觉醒的部分很好 我喜欢女主舍命去救男主的样子 女主本身从一开始 就对男主一往无前 很坚强 很棒 正聊着呢 选项又出现了 我们也是先作死 选择红色 要是姐姐也这么可爱就好咯 我觉得姐姐据说是一心一意 不如说是全凭欲望 完全感受不到爱情啊 你看藤花的脸都黑了 要出师 这样啊 我都为你这么努力了 这还不够吗 我懂了 藤花掏出了一把电锯 为了你 我什么都能做 连命都可以不要 我现在就证明给你看 见证我的爱吧 这里啊得打马了 我还以为藤花是要把直男给砍了 没想到是把自己给抹了脖子 真不愧是病交对自己太狠了 这就是结局二 病交就是力量 可以说是真爱无敌了 我们回到这里 不要作死了 两人讨论着电影的剧情 相谈圣还 随后来到了第三个场景 餐厅 两人一起吃着冰淇淋 非常的高兴 啊 这冰淇淋分量很足 要胖了 最近你好像吃的很多嘛 是不是又胖了 啊 不过你胖一点 我也无所谓了 我算是看明白了 这个游戏完全就是直男采雷合集啊 选项再次出现 我们先选红色 我在班里有个喜欢的女孩子 所以你胖不胖 跟我一点关系都没有骂 藤花当然再次表示吃惊 不过这一次 她在表面上糊弄了过去 哈哈 到了晚上 藤花换了一套夜行衣 不过说是夜行衣 我倒觉得 更像是某种奇怪的格斗服饰 看着藤花这坚毅的表情 她要展现自己的决心 她要去找到那个女生 然后把她打死 强奸的体魄 让她行动异常敏捷 只是 出现了一个香蕉皮 她滑倒了 然后被一根尖刺 灌传了身体 打出了唧鸡 这就是第三个结局 病胶就是落下 这服装真的是挺厉害的 没想到死得这么憋屈 所以我们回到餐厅 不要做死了 就聊聊以前的事 藤花能够变成现在这样 多亏了季军的帮助 但季军表示 她当时只当是邀请朋友出来玩 没有太多别的想法 那个时候的姐姐呀 脸色苍白 简直就像是个病人 所以我没有办法不管 我们就一起快乐地生活下去吧 很高兴能和姐姐成为玩伴 现在你的肌肉也很结实了 姐姐真的是很厉害呀 从锻炼的中途开始 我的目标就变得更大了 我想要成为配得上季军的女人 季军似乎是有些尴尬 不过不敢这么多 两人来到了街上 随后就告别了 藤花很是高兴 畅想着今后和季军的幸福生活 突然就遇到了一个粉红色的男子 就算你接近他 他也不会回头的 他本来就认为 你俩的年龄差距太大 而且他可能会有心仪的同龄女孩 这真是让人担心啊 这样下去他会被别的女人抢走的 这可以吗 藤花的脸又黑了 而这个粉色的男人 就是之前提到过的粉色的猫 看他这个表情 一看就是游戏人间的角色 而且别忘了 传闻中说 遇到他的人都会变得倒霉 此时选项出现 小姐姐不想季军被抢走 于是被他说动了 我有一计 可以完全消除这种可能性 让你们永远在一起 想听吗 藤花上套了 他不知道用了什么方法 把季军给绑了过来 抱在了怀里 而在他们的身边 抽现了一台绞肉机 原来粉毛提供的方法 就是让他俩一起进入这台机器 这样两个人就能够在物理上 完全的融为一体 永远的在一起了 不得不说 这个办法只有疯子能想出来 而更疯的是藤花 他居然接受了这个设定 季军当然是不会坐以待毙 不要啊 姐姐你别开玩笑了 藤花被寄军挣脱 十足掉了进去 打出寄计 不过藤花这个腿部肌肉 真的是有些厉害了 画风好评 这就是第四个结局 病交就是孤独 我们回到粉毛这里 对于粉毛的诱惑 藤花直接选择无视 嘿 我还以为那个姐姐脑子有问题 骗她玩很容易呢 不过接下来 魔眼已经准备了一次超展开 应该可以消磨一下时间的 看来粉毛的骚操作还没有停止呢 第二天 季军被藤花架在家里做客 一进门就看到了女仆装打扮的姐姐 没想到姐姐玩得还挺花呢 但季军完全不为所动 甚至要求她把衣服换回来 没有办法 藤花只能去换衣服 却听到了门外有动静 原来是季军被黑道绑架了 这就是粉毛说的超展开吗 女仆装的藤花再次开启了超人模式 这个丽与美的女仆造型 你别说还真带感 藤花凭借着强健的体魄 一路飞檐走壁 很轻松地来到了黑道的仓库 季军被他们绑了起来 关在了这里 但这个绑人的姿势 真的没问题吗 有点奇怪呀 原来是季军阻挠了他们绑架孩子 所以这一次算是报复 他们要把季军送给幕后的老板 老板就喜欢这样的男孩子 难怪会采取这个造型来帮他 眼看的季军即将被玷污 藤花那是清金爆起 选项也在此出现 我们先选择做一个莽夫 上去教他们做人 身强力壮的藤花状态决战 如若无人之境 但是 之后的画面就不能播了 总之就是对方有枪 藤花没有打过 打出了忌击 我们获得了结局五 并交就是无力 看来做一个莽夫是不可取的 所以我们就选择静静等待 不多时 仓库里面出现了烟雾 原来是警察到了 突击队员突入仓库 把所有的黑道全部抓了起来 藤花把季军抱在了怀里 季军也终于是安全了 对于这个舍身救自己的姐姐 季军的心理产生了微妙的变化 几天之后 两个人又相约一起出去玩 今天的藤花换了一身衣服 感觉更可爱了一点 季军邀请我出去约会 真的是跟做梦一样呢 不 不是 这是你救我的谢礼 所以才不是约会呢 没想到季军还是一个傲娇呢 这病交跟傲娇 你别说还挺般配 两个人走在了路上 看着季军紧张的样子 藤花只觉得可爱 此时 她的真面目就露了出来 她不会是喜欢上我了吧 怎么说我也是救命恩人的 这个害羞的样子一定是吧 两情相约的可能性很大呀 这个死傲娇 要不我先来牵个手 正幻想着呢 熟悉的香蕉皮又出现了 啊嘞 姐姐 我受伤三个星期 这天的约会也取消了 恋爱之路依旧是前途未卜啊 这就是游戏的最终结局了 还有一个有趣的地方 就是人物介绍 藤花的介绍中写着 因为过度锻炼 她的胸消失了 到底是怎么个消失法呢 从F变成了3A级封禁区 对于这款游戏 我只能是惊叹于作者的脑洞 感叹一下实在是太离谱了 好了 今天视频就到这里 喜欢记得订阅按赞 谢谢支持 那么我是阿力 我们下期视频再见 拜拜 拜拜